哇!好快啊! 是不是已經開始了? 今天我是借用了別人的相機 今天打算去長洲拍片 試一下Insta360 就是這部啦! 片尾記得記得 大家去下面留言 參加抽準 就會送出一部360相機 價值是三千多元的 在香港人 他都聯繫了我半年有多 我本來都沒想過接這個廣告的 但是因為我的朋友 他是一個攝影師 他就說這部機其實好好玩 那既然攝影師也這麼說 不如我自己也試玩一下 還有拍個影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之前買了GoPro 我自己是很不滿意的 所以這部機希望可以給我很多驚喜 那我們就去到中國了! 都別動 讓我來 都別動 讓我來 給你所有 給你所有 你超可愛 小姐姐你從哪裡來 風吹過來 連花兒都會為你開 放開 放開 那個男孩 她很窮 也不帥 其實還可以嗎 愛上 那個女孩 努力闖未來 她發語比較晚 反應也比較慢 但是她願意背叛 世界圍著你轉 好想奮鬥 給你所有 因為 你超可愛 小姐姐你從哪裡來 人山人海 愛愛愛愛愛 今生決定把你寵懷 你超可愛 Oh my 可愛 好! 回來了! 過了長洲差不多兩個星期 跟大家分享一下用後感 還有一個評測 這台機對我來說 它可以拍到一些很不同的角度 然後可以裝航拍 它是一台360度的相機 如果你有鏡頭 是要拍到你的樣子 同時對著外面的樣子 譬如我們踩單車的 你想拍一下我自己的樣子 然後再拍一下外面的樣子 基本上要兩台機才能做到 甚至是現在最流行的狼人殺 其實這台機只要放在中間 基本上是一台機就完成了 可以保留所有人的鏡頭 變相可以做到平時 要有很多角度 很多相機才能做到的效果 第二點就是 它的操作方面 我覺得是超級符合現代的 你單上手機APP 你可以在裡面看相片 看預覽 甚至是拍攝都可以 最重要是APP裡面 有齊了可以玩的教學 即是Build Time Soxy 航拍 小地球小行星的效果 它都會有官方的影片 可以教你 相比起這台GoPro Hero7 我當時買的是3300左右 這台在香港買的是3000左右 Insta360 ONEX 這個是新一代 舊一代是要有個位置 打開之後插在手機上才可以連到手機 現在就不用了 直接用藍牙或者Wi-Fi都可以連到 它的按鈕就只有兩個 這裡有個螢幕 就是按了所有的東西 下面這個位置就是給你插SD卡 以及腳架的頭 我覺得它唯一比不起GoPro的 就是沒有置身大防水 這一點是有少許可惜的地方 不過它這個價錢如果做到防水的話 這個畫質應該更加低 GoPro對我來說 它就是一個比較輕的相機 但它很多位置都做得不太好 因為它始終是一部防水相機 然後它收音位有三個 上面有一個小孔 旁邊有一個孔 屁股這個位置好像也是收音的地方 然後假日夫 刺激幫我拍的時候 或者我自己都會不小心 按了咪圍 整把聲音很難聽 我們有時候已經是這樣開的 都會瞄準到聲音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這一部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它的聲音是收得很好的 它的咪圍位應該是這一顆 在鏡頭上面 你怎樣按也不會這樣開 下面也有兩個位置 應該都是收音的 起碼它的設計就會比較上 你人手怎樣開都不會遮住咪圍 對起這部GoPro7的話 我現在就是普通的走路 它的穩定就是這樣 如果我試試跑 這麼速跑 大家就可以看到比較 接下來就試一下收音 我現在播的是GoPro7的收音 我現在轉用360 1X的收音 像素方面 這部Insta360 都是屬於運動相機的質素 我覺得是可接受的 你不能預期它可以拍到4K很漂亮的 是不可能的 做了一些後期的調整 把顏色調整一點 其實感覺是跟相機拍出來一樣漂亮的 之後這一部機 是沒有調校ISO 快門那些的 反而GoPro會有這些 像相機那樣的設定 它全部都是全自動的 到現在我日後拍都沒什麼問題 但如果想買的話 歡迎可以去看多些它的評測 其實我看到這麼多個 香港也好台灣也好 都是挺推介這一部的 因為它是一個CP值挺高的 有脆運動相機 我會這樣說 那這些就是... 唉...我不知道怎麼說 自從買了這部GoPro7之後 其實我很後悔 因為我以前是用開 Sony AS300 那其實那一部跟這一部的質素 是一模一樣的 它是羊肉的那些辣味 GoPro是完全沒有那種... 優勝過人很多很多的感覺 除了它自帶防水 它有三個超麻煩的地方 第一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把SD卡問題 它每次拍片都會無故燒著 無故彈出去 是經常這樣 我不知道是我的手機買的問題 因為我已經在連鎖店那裡訂回來的 一定是正版的 時不時它就會彈機 輕了機 之後要重新開始 就是把整顆電拆出來 它才可以reboot 然後第二個缺點就是 它這個沒有插相機的洞 是超麻煩的 它要加上外殼 然後下面還要加幾個鎖 去鎖住它的腳架 因為GoPro這個位置是入電 還有入SD卡 那你進了這個殼 它又拔不出來 如果你沒有電的話 你就要在殼裡拔出來 之後換了SD卡 之後又要... 插回到殼裡 之後又要把腳架 是超麻煩的 我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第三 就是GoPro這個東西 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給你插咪的位置 而且它收音是做得很差 你不是大聲對著它說話 其實都聽不到 如果你去街上的話 聲音是拆到無鄰 是超級吵 那它要加咪的話 又不簡單 會特地買一塊這樣的轉接頭 這個是拆咪的位置 之後這個就是GoPro的頭 這個東西說不夠水 這部東西你要買很多配件 配件也算了 還要買這些轉換頭 才可以插到咪 那咪又要另外買 我真的覺得... 完全不知做什麼 這部機 那我朋友又跟我說 其實GoPro它本身不是 期望你拍VLOG 本身只是給你Action Cam 去拍一些運動 特效 那我覺得... 其實它也說得對的 那這部Insta360 它就是特別在 平時拍VLOG 朋友聚會 你情侶之間 想玩一些特別的效果 拍到整個景 旁拍的 它就可以做到一個很浪漫的效果 那我另外呢 就介紹它三支配件 那我其中有一支三米的長棍 就送了給奇哥 那就介紹不到 那支配件就像釣魚一樣 拼出去 那就可以有一個很高的效果 拍到很高的航拍了 但是... 其實不需要那支配件 這一支短一點的 多少米啊? 一米棍? 這支棍其實都做到航拍的 但是... 沒那麼高 大家明白了吧 那它下面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相機的轉換頭 超曲方面 我覺得我超喜歡這件 根本就是應該這樣 但是高浦完全不一樣 高浦完全是那些... 靈啊... 靈螺子啊... 插來插去的 那些插件很厲害 基本上這一支短的腳架 再加上這一支棍 其實已經足夠了 這支腳架 它除了可以打開座桌之外 它上面這個位置也是可以轉的 那... 中間這裡可以鎖住 鎖住了之後 上面就不會動了 如果你解開了之後 上面就好像子彈模式 這樣可以轉 平時用座桌畫 就會插在上面 一個可以伸長的腳架 或者你可以拎開 放在旁邊這個位置 這樣就變成子彈模式 搖搖搖的效果 拉長它之後搖 我現在不方便搖搖太小 這樣拿著它搖 就是子彈模式的效果 就算拆掉它,什麼都沒有 這件東西也可以做手拿的小腳架 超級超級超級方便 就算你不買腳架 它本身跟機都會送了一條繩子 這條繩子也是可以做到子彈效果 只需要你這樣插進相機 然後這樣拼 沒錯,就是這樣拼 小心拼到別人 算是這樣,整部相機真的很好玩 那這部相機其實我本身也沒有打算摺 這個廣告 算不算廣告? sponsor 因為它沒有給我錢 我完全是說自己的感受 廣告和贊助的分別就是 廣告是廠商給了一筆錢 我們要說廠商要我們說的話 但是贊助就是它給了我們一份禮物 沒有缺點我們都可以照常說的 而且我說的話都不會有稿 全部都是真實的感受 這次的抽獎方法特別一點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為什麼你想要這部相機 以及你是什麼身份 譬如你是一個學生 你想做一個畢業旅行的題材 我們是結婚的 你想藉著這部相機 令到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 360度的婚禮 那你們也可以分享告訴我 那我就會選一個 我自己最喜歡的留言送給她 那記得記得like這個 insta360的facebook page 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資訊 或者怎樣玩這部相機的小技巧 我相信大家看了它的宣傳片之後 會覺得有些心動動很想用這部相機來玩一下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是這樣 看到我玩就覺得好像很棒的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裡了 那喜歡這條影片給個like 還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那當然你看到我買了這麼貴的配件 其實我也不會放棄Gopro的 但是大家有不同的玩法 Gopro就是一部小一點的相機 小一點的相機 還畫質差一點 還要收音很差 然後它在說3300 這套不願買一部小小的微單